海面上可以看到好多磕头 在水面上载浮载沉 有些人拼命挣扎 奋力打水 想要游回岸边 岸上的民众 赶紧把手边物品 保力龙冰箱 统统往水里丢 可是有人依旧 难抵一波波海浪 几乎快要被淹没 场面相当惊险 船家赶紧开着渔船 冲上前抛出绳子 落水男子伸出手 奋力一抓 慢慢靠近船边 落水男子一度身体无力 船员河里将他拉起 才脱离溺水险境 有人被救起 但也有人没这么幸运 连续差不多三个很大的浪 连续冲过来 然后我就看到 有一排的东西掉下来 然后过了一阵子才看到有人 浮在海上这样 然后那个提舌 绳子啊 不断CPR人被救起 已经失去呼吸心跳 多人落水更出动黑鹰空情 直升机吊挂救援 只是台风海神刚走 未为环流导致海上不稳定 连推伤者上担架 还有浪打上岸相当惊险 我抓他我把冰箱给他 另外一个我也把冰箱给他 想说天气这么好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风口浪 没碰过 没有碰过 7日上午宜兰投全大西域港 发生吊客落水意外 吊客们违规防波堤暗抛 没有想到三波长浪打来 旋落海其中一人甚至飘走 离原本钓鱼的地方 距离1.2公里远 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而这起风狗浪死亡意外 造成四人不治 一人命危 三人轻伤 两人没有就医 吊客冒着生命危险 想赌风狗浪不会出现 最后赔上自己性命 留下家园 悲痛晚分 记得宜兰资网报道 明镇 出 earthquakes 感谢观看